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了 我现在在青麦 大概两个半月前搬到青麦来住这家酒店 然后呢每天就在早上八点钟呢 叫酒店的老爷爷中文 下午呢就是我的自由时间了 明天是1月1号 正好是老爷爷的生日 我要等我交了一个车 打算等会儿去给他买个生日的礼物 我都不知道买什么好 等去了再看吧 爸 家好 我从Marco回来了 然后买了一些包装纸 然后包装袋打算给我老爷爷送礼物啊 明天看 这里有个机球 好可爱的 彩色机球 然后还有蝴蝶鸡 还有包装纸 那个是酒菜 给大家看了 就有点像包书的纸一样 然后买在Marco转来转去 我都不知道买什么好 后来想了想买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吧 樱桃 这个一盒我买两盒嘛 自己的这一盒应该快给我吃完了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有什么计划吗 就是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计划 但我明天要做我的第一场直播 我今天试了一下youtube的直播 用OBS是可以直播的 然后还可以录屏 那录屏了之后就可以传到B站了 因为好像据说B站的直播是不能够存档的 所以我就不用B站直播了 然后呢 再用一直播和微信公众视频号来直播 那一个呢 就是用手机 一个youtube直播是用电脑 然后一直播和微信 我应该是一个用手机嘛 还有一个就用iPad 或者是用 这个好像用不了 因为这个装一直播的时候 它提示我 这个一直播会读取我手机上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用这个比较好 我打算用iPad 应该 iPad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那个系统不一样 它应该 我不让它读取的信息 它应该是不会读取的 好 我想想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没想到我的iPad 明天怎么放好 怎么让它立起来呢 明天再说吧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三脚架 是就是iPhone的三脚架嘛 明天我应该 哎呀 对哦 这个iPhone的三脚架是横着的 不是竖着的 那我明天应该是用大浆稳定器 然后让它竖着 然后做一次直播 那直播的话是白天下午 那泰国时间三点 嗯 那就是中国时间是四点 我会讲一下 我为什么2020年会来泰国 然后就聊一个小时 如果有朋友有问题的话 另外半个小时是用来答疑 我很想要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练习 我能过的说话水平 然后每个礼拜会做一次直播 明天的话 明天是周七 我明天是周六 那明以后的话每次就是每次每周六 我会做一场直播 大概做先做先做个时期吧 其实我觉得每天每周做一次直播 也就一年也就50号期 其实我之前已经像我现在做那个视频已经130多期了 它的确让我练习了很多 当然有的时候我现在很多视频还是滑水 直接就是把当天的一个一分钟的视频上传上来 但它也是一种记录 记录一下我公开一下我每天的生活状态 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 有的时候我会对着镜头说话 那有的时候我太懒了就不说了 当然我现在希望明天 明年开始我每个整个视频都要有话说的 不能够再出现 话都不说的 起码我要对着镜头说个一分钟 那像现在 比较晚了 我也不知道 明天在跟大家直播的时候再聊一下吧 injected个身体肾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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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